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我也不信 不过最近这种好事就发生在我身边了 我认识一个叫邦彦的小子 成天不务正业 欠了不少钱 结果呢 几天不见就穿得人不人样 还在高级饭馆里吃香喝辣了 这可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就是用了这种许愿的办法 第二天醒来就发现床上堆满了摩拉 堆 堆 堆满了摩拉 当然 我觉得在摩拉堆里醒来这种事还是有点夸张了吧 但不管信不信 许愿的方法又不复杂 碰碰运气也应该没什么坏处吧 不信你们可以打听打听 最近像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可不少呢 真的吗 要不我们也在附近打听一下吧 毕竟如果真有这种好事的话 摩拉 不 你寻找亲人的愿望也能实现了呀 走吧走吧 下一项工作室 什么 请和珊瑚社长说吧 仔细一看 城里还真是有挺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的 咦 你看那边的两个人 我记得他们是八重堂的编辑和作者来着 念念不惜 如 如月黄黄 木轻于耳 听我 什么来着 听 我 不对不对 不是听我愿赵 是领我赵愿 唉 这得背到什么时候啊 喂 你们在做什么呀 哎哟 我的妈呀 吓我一跳 刚才咒语背到哪了来着 咒语 难道说你们是在试最新流行的那种许愿方法 啊 准确的说是顺吉在世 如你们所见 顺吉最近的创作遇到了瓶颈 我正在帮他通过许愿攻克难关 我当然不信啊 不过顺吉向来不听人说话 可我能怎么办 也只能奉陪了 阿茂先生 拜托你能不能配合我一点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想要变美的 报复的 学业有成的 各种各样的人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作家 只想突破评级 我的愿望很过分吗 而且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次的办法肯定能成 可你之前不是才去名神大射求过签 说什么 直觉告诉我 马上就会有灵感吗 巨神射求玉手开运这种 剑效太慢了呀 哎 行了行了 你还是赶快帮我背咒语吧 这次的星座全靠他了 唉 要我说 你需要的只是坐下来 弄清楚自己到底想写个什么故事 唉 你刚出道的时候 不是特别心高气傲吗 结果现在 连一本来路不明的 轻小说上教的办法都信 什么 这个许愿办法是轻小说上写的 哎 对 确实是来自一本叫做 真实探灵笔记的轻小说 不 这本书应该是自非堪映的 可以说是突然出现 并蜂蜜到期 身为同行 我就不谈这本书故事怎么样了 但大家都说 上面写的许愿咒语 可是货真价实的 顺吉 虽然大家都说咒语灵验 可我也听说过不少别的传闻 用这种办法实现了愿望的人 行为举止都会变得怪异起来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肯定是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啊 听下来感觉事情有点可疑 要不我们去明神大社问一问八重神子吧 无论是清小说还是怪弹 他都比较了解 下一项工作室 神子 太好了你在神社里 哎呀小家伙 你怎么来了 刚好我这里有本有趣的小说 可以推荐给你看看 哦 你们想问我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才 呃 神子 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忙 不忙不忙 没什么大事 八重公司大人 这您怎么能说不是什么大事呢 求求您了 请您务必救救我哥哥 其实真不算什么大事 但你们既然好奇 就让他再跟你们讲一遍好了 两位 看来你们与公司大人交情不浅 请你们一定帮我在公司大人面前 美言几句 请他出面救救我哥哥 事情是这样的 我叫加腾杨平 我哥哥姓悟一心想成为剑道家 曾拜明镜止水流的宗家土门为师 可土门却瞧不上我哥哥 说他不是炼剑的料 我哥哥心中不平 每日勤学苦练 终于在不久前 击败了土门的爱徒 证明了自己 可从那之后 他就突然变得举止怪异 像变了个人 一生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我想 这一定是有了邪碎 就来找公司大人帮忙 哇 哪有那么多邪碎 你哥哥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目标 会有点失落也是人之常情了 要我说 就算不管他 过上几天也自然就好了 不公司大人 如果你进了他就会知道 那绝对不是失落的状态啊 唉 好吧好吧 那你说说 你哥哥是什么时候 跟土门的弟子比试的 大概 五天前吧 五天前啊 公司大人 所以 他已经持续怪异的状态很久了 我真的很担心 我和哥哥最大的愿望 就是有朝一日 能像土门那样开宗立派 我们的梦想 可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岔子呀 等等 我都有点糊涂了 你到底是要救哥哥 还是要实现梦想开宗立派啊 这 这不是一回事吗 啊 对了 最近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有趣的传闻 可以跟我说说啊 什 什么传闻 我 我没听说过 哎呀 那可真遗憾 公司大人 您就别再拆开话题了 人命关天的事 还请您务必出手相助 神子 他的声音都在发抖了 他哥哥的情况好像很严重 你就帮帮他吧 好吧 那就这么决定了 神子 你答应帮他了吗 你答应帮他了吗 啊 那个家疼什么瓶来着 这两位客人与我交情不浅 其实他们正是解决各种怪事的专家 虚邪什么的 当然也不在话下 哎 这 真的吗 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迟疑啊 怎么 你来求我帮忙 我推荐了人选 你却不肯相信 相信 公司大人既然说了 我当然相信 多谢二位相救 请二位跟我来 喂喂 神子 等一下 驱邪什么的 这种事情我们完全不会啊 没关系 他既然想驱邪 那你们就只要抓一把盐 随便念点什么 然后一口气洒过去就可以了 清小说里经常有这种桥段吧 关键是气势 只要主角这么说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可是 你们对他的处境这么关心 最后却要推我出来干活 是不是不太公平 而且 你们来明神大赦也是有求于我吧 难道都不打算表现出点诚意 呃 虽然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好像又有点道理 行了 走吧 怕什么 我也会跟你们去一趟的 好吧 那我们就跟着杨萍去找他哥哥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虽说神子的想法一直很难琢磨 可总觉得他对杨萍的事特别不感兴趣 暂时没机会问周瑜许愿的事了 救人要紧 还是等这件事解决后再说吧 她们已经知道了 她也已经死了 她们就在这儿了 她们就开始了 不得了 所以她们就在那里 她们就在这儿了 她们不要了 她们就在这儿了 有的习惯,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自言自语,管下人的。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哥哥那种状态,现在到底去了哪儿啊? 嗯,这到底确是个问题。如果找不到你哥哥,就算想驱邪也做不到嘛。加藤什么瓶,既然这样,你就先去把你哥哥找到。顺便再帮我们弄一把盐来好了,待会儿驱邪要用。 好,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 玄子,那我们呢?我们不用帮忙找人吗? 不用不用,这段时间我们就在附近转转,打听一下这对兄弟,说不定能知道一些有趣的事呢。 是突发世界吗? 是突发世界吗? 你好,大叔,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加藤兄弟。 啊,几位是来崔寨的吗? 呃,杨平说请你们不用带齐,等收了徒弟之后,很快就能还上。 咦,崔寨,不是不是,您误会了。 不过听起来,好像杨平和信物,他们生活很拮据的样子。 结局?唉,那还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对兄弟干什么都没个长性,想一出是一出。 咦,但杨平说他哥哥一心想成为剑道家,还拜土门为师来着。 确实有这么回事,土门耐不住信物央求,答应收他为徒。 但信物高攀上这么一位厉害的师父,依旧成天偷懒,不好好训练。 土门最后忍无可忍,把他逐出门了。 可信物却怀恨在心,说土门有眼无珠,还扬言要和他的弟子一决胜负。 咦,怎么会这样? 哈哈哈,有意思。我哥哥心中不平,每日勤学苦练,终于在不久前击败了土门的爱徒,证明了自己。 这是杨平说的?勤学苦练?笑话。整天躺在那儿骂骂咧咧,那叫勤学苦练吗? 不过杨平那小子确实说过信物打赢了,但我没把这话当回事。 你可以问问村口的剑丝,他消息灵通。 您好,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嘉藤兄弟。 哦,你说信物和杨平啊? 对,我们听说信物前一阵子击败了土门的爱徒,这是真的吗? 哈哈哈,是真的。你们该不会是听说他们俩要自立门派,过来报名的吧? 虽然不是来报名,不过我们想详细了解一下那场比试。 那你可问对人了。那场比试我是亲眼看见的。 一开始,听说他要挑战明镜止水流,我还是当笑话的。可信物把剑一拔出来,整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了。 那剑术真叫个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土门的弟子其实实力不弱,但根本不是对手啊。 信物真的这么强啊? 是啊,得胜之后他还大呼过瘾,说什么,好剑法,俺很久没这么畅快过了。 哼,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我们听说,信物好像最近,性情和之前有些差别。 应该说是变情快了。之前,他经常一整天什么都不干,就躺在那儿晒太阳。可我昨天看见,他帮村长砍树,一下午干完了其他人三天干不完的活儿,还一脚就把井瓜树给踢倒了。 嗯,厉害哦。不过说来奇怪,村长端来豆腐给他吃,他却大叫着,什么东西,离安远一点,一下子跑得不见了。 公司大人,两位大师,可算找到你们了。我找到哥哥了,他就在瀑布那边,眼眼拿到了,你们快跟我来。 虽然还想再听点有趣的东西,但既然人找到了,我们就走吧。 信物最近挺精神的,但不知为什么杨萍却看起来闷闷不乐。他们不是马上要收徒弟了吗?或许是因为突然有了责任感? 哦,杨萍却也成长了啊。 杨萍却也成长了啊。 几位大人,你们看。 瀑布那边就是我的哥哥了 这就是杨萍的哥哥吗 哇 坐在瀑布里冥想 也太狂野了吧 仔细听听 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什么 怎样 你感觉到了吗 有没有感觉到男子汉的气概 开宗立派 夫妻 男子汉大丈夫指向其可 这等可笑 你饶了我 饶了我吧 别 别说气概 温度 温度也感觉不到了 我 我不行了 我要死了 杨萍 杨萍 救我 救救我 你听到了吗 他虽然讲话乱七八糟的 但确实是在求救 嗯 何人 在此 他从瀑布里站起来 朝这边过来了 别 别过来 救命啊 现在应该怎么办 孙子 你们快想想办法 哎呀呀 真可怜哪 杨萍 你兄长的气息已经很微弱了 他在用最后的力气拼命地向你呼救 应该怎么办呢 我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 依我看 杏物他好像对你有很大的怨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哥哥为什么变成这副样子 你不是应该比谁都清楚吗 杨萍 说话前可要好好考虑清楚 这可是事关生死呢 这 这 至亲之人举止怪异 你应该第一时间就能察觉 可事发五天你才想起来找我 难道你还觉得可以自圆其说 我 我 好吧 不肯说实话也没关系 不过 杏乌死后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他也会紧紧跟在你的背后 毕竟 是你们把他召出来的嘛 我说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我和哥哥用咒语许愿了 我们许愿了 对 对 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那个 在半夜默念咒语就可以实现愿望 我和哥哥按照书上说的画好了阵法 半夜光脚站在里面 捏了咒语之后 阵法周围真的出现了好几团光亮 我哥哥许愿成为剑道家之后 果然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剑道天赋 可是性情也变了 因为我担心哥哥一旦恢复正常 又会对剑术一窍不通 可那样 开宗立派的计划就泡汤了 我们会继续穷下去 我想瞒住这件事 先把道场开起来 把之前欠的钱还上再说 那你为什么又要去名神搭设呢 哥哥他那个样子 万一有传闻 说他是碰了不该碰的邪术 就没人愿意来报名了 我就想 如果是公司大人 说不定既能让哥哥恢复正常 又保留他获得的剑道天赋 哼 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别痴心妄想了 他展现出的天赋根本不属于他 而是属于他身上的那个亡魂 是 是 是我们错了 我们该死 好了 现在该你出场了 小家伙 把盐洒过去 只好把剑拔出来吧 那是 那是什么 有鬼 有鬼啊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们招来的东西 现在新屋已经没用了 你看 他笔直地向你走过来了呀 啊 救救我 救 哼 沉 沉 沉子 他晕过去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不怎么办 小家伙 你去跟他打一架就好了 你也是 精通武艺之人 来 一绝高下 他打过来了 小心呀 太多个对手也无烦 见光如我 斩镜如砸 可别眨眼 帮帮忙 弹帮忙 弹起来吧 小伤而已 小伤而已 独灵 鱼刺 不错 真不错 好尽兴 俺已经很久 没这么痛快过了 他消失了 而且还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我已经有点看不懂了 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这件事待会再说 他们俩要醒了 我怎么在这里 杨平 是你吗杨平 哥哥 你没事了吗 杨平 我好像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 我终于不再是一个指挥挥剑的废物 还打赢了土门的弟子 我心想 这下我们也能开道场了 但我却发现 我的身体不受我的控制 耳边还有个声音 一直在和我说话 我害怕极了 想把自己的身体夺回来 可却怎么都办不到 那个声音 还一直在说什么 男子汉的气概 哥哥 我们之前不该许愿的 我们招出来的鬼怪 是他控制了你 是啊 如果不是我们出手 你的小民很快就没了 鬼魂接下来就会缠住你弟弟 最终他也会虚弱而死哦 多谢公司大人 多谢两位大事相救 行了 带他去休息吧 被附身了这么多天 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之后他会发一次高收 但不至于丢了性命 记住 这是代价 想靠歪门邪道 获得不属于你们的力量 会有什么下场 不用我再说了吧 是 我们明白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多谢公司大人 多谢两位大师 那我们先告辞了 哥哥 走吧 神子 如果我们放着他们不管的话 他们两个真的会送命吗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你之前还不愿意帮忙啊 当然送不了命了 不这么吓唬吓唬他们 这两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怎么可能长记性吗 那负在他身上的 刚才经历了这么多 你们大概也能感觉到 负在他身上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鬼魂吧 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鬼族的 对 就是这样 他虽然负在信物身上 却并没什么恶意 而且好像还在训练 信物的胆破呢 好吧 可信物都被他吓破胆了 我们刚才对他撒盐 让他暂时与信物的身体分离 又加上和你斗了一场 他的力量耗尽就消失了 就算我们放任不管 过一阵子信物变得虚弱 身体容纳不下他 他也会自动离开 只是那样的话 信物和杨平就要多吃一点苦了 但说不定 比今天我们的威严总听更管用呢 啊 不管怎么说 人没事就好 好了 这次的事情也算是顺利解决了 走了走了 等一下神子 顺利解决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难道不是吗 哦 你是说他们学会的咒语是来自这本书啊 我知道它的存在 其实我们今天去神社找你 正是想问这件事 听说这本书上的咒语 现在非常风靡 人类不像我们妖怪有法力 会对咒语啊灵异啊什么的感兴趣 也很自然啊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啦 这上面写的咒语 真的能招来鬼魂之类的东西 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尝试了这个方法 哎呀 人类的精力有限 就算用降临咒语招来了鬼魂 在他们身上也待不了多长时间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了 可是 写这本书的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件事 将来会不会威胁到大家的安全 你是怎么想的 嗯 对呀 虽说杨萍和新屋没事 和被附身什么的 还是挺吓人的 八重大人 可散找到您了 黑田 我是来汇报这个月 咱们八重堂的小说销量的 数据我已经都分析好了 请您过目 让我看看 什么 销量第一被笔下去了 对 综合单元销量第一 读者最喜爱小说 流行热度榜 可谓是全线失手了 全部都 败给了真实太灵笔记 小家伙 你们回来 怎么了神子 你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吓人 真实探灵笔记 他的火热程度已经全面超过了八重堂的小说 这件事变得严重起来了 什么叫这种意义上的严重 要知道我辛辛苦苦力推的主打座 竟然被他给闭下去了呀 是可忍输不可忍 我得想点对策才行 你们也来帮忙 诶 怎么这件事突然就跑到我们头上来了呀 派蒙 你刚刚还在说 写这本书的人到底是谁 将来会不会威胁到大家的生命安全 哎呀 难道到期人民的安危 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不重要吗 咦 怎么回事 虽然你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但明显有哪里不对啊 没有什么不对 总而言之 我们要向他开战了 我先回去做点准备 等下你们到八重堂门口和我碰面吧 等下你们到八重堂门口和我碰面吧 神子 我们来了 你说要想对策对付真实探灵笔记 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 嗯 猜猜看 提示 跟八重堂有关哦 让我想想 嗯 好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以八重堂的名义 再加上神子你的影响力 告诉大家这本书上的咒语存在危险 哇哦 没想到你一猜就 我 错了 难道不该这么做吗 真实探灵笔记是史下最流行的青小说 我们这样做 不就等于告诉了所有人咒语的真实性 我们苦口婆心 尊尊告诫 可结果却是更多的人出于好奇去尝试 这本书的销量也会继续上升啊 那就真的糟糕了 嗯 如果把这本书收缴了呢 唉 为了一本青小说搞出这么大动静 就不谈耗费的人力物力 到期居民安宁的生活 不是彻底被搅乱了吗 但这样的话 不就没办法了吗 谁说没办法了 真实探灵笔记这本书我看了 出去记载的咒语 它的内容也很有趣 里面讲述了许多古老的怪谈 讲故事的手法也很老了 这就是它能流行起来的原因 如果最近的青小说里只有它一只独秀 那恐怕我们很难遏制住它的传播 没错 能够取代流行的只有新的流行 所以就由我们来创作出下一本爆款青小说吧 堂堂正正的在销量上击败对方 把民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这才是我的战斗方式 而且这样也能最大程度的削弱真实探灵笔记带来的影响 等等山子 青小说 我们 哎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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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吧 清小说想大卖 关键是插画得好看 什么时候放插画 插画的内容是什么 找哪个画师来画 这可都是大有讲究 插画画得好 可以掩盖许多问题 反之插画不好看 再好的故事也很难出彩 有句话叫 买插画送清小说 在我看来所言非虚 只可惜有名的画师 大多排气已满 很难约到了 真实探灵笔记 这本书的插画就很厉害 但我之前 还从来没见过 类似的画风 实不相瞒 我看清小说 图的就是一个爽字 传统的故事 都是主角慢慢成长 在离别与诗序中逐渐变强 虽然好看 但节奏太慢了 但现在流行的真实探灵笔记 却是主角开局就很强 这种看着才爽嘛 书中的主角是个妖狐 不仅熟悉咒语秘法 甚至书画茶艺也样样精通 我们八重堂的真文活动 已经举办了好几期了 获奖作品的宣传力度很大 很多作者都靠它一举成名 如果有好点子想要投稿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我很早以前就喜欢清小说了 主要是喜欢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 兴起的设定与好玩的故事 但眼下的作品越来越雷同 许多书我都不用看内容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差不多的套路 最近也只有真实探灵笔记 能让人眼前一亮 不仅故事有意思 而且总觉得很多描写像真的一样 我都怀疑作者 是不是真的接触过那么多妖怪 原来清小说里还有这么多门的 我们把打听到的消息 告诉八重神子吧 重拾 哼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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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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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分 夜世界里竟然有惠妃的应急食品 它的味道到底如何 到底要如何烹饪 像这样的开篇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 可不要小看了烹饪题材 毕竟吃这个话题大家都感兴趣 喂 挺不错的小家伙 不仅从自己的经历出发 而且看来你也读了不少青小说 很了解其中的门道嘛 你们感觉怎么样 可以根据这个大纲写出有趣的故事吗 我们觉得没问题 因为我一不小心就会把设定搞复杂 这下刚好弥补了这个缺点 那就好 第一章你的任务完成了 开始想第二章的故事吧 咦 还要继续想啊 读者们看书的速度可是很快的 好不容易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 后续跟不上就前功尽弃了 快 赶快开始第二章 没看见聪美还等着吗 咦 你怎么了 感觉脸色不是很好看 唉 还以为你能凭借新手的好运再撑一阵子呢 没想到也这么快就出现了 什么出现了 卡文之魔王 不知何时就会出现的一生之敌 会给作者带去生不如死的痛苦 甚至让人绝望到想把灵魂卖掉 我有点理解了 这时候就要吃点东西 好好放松一下心情 老板 给我来一盘油豆腐 给他们俩来点闸串 大众可为的就行 放心吧 会记在我的账上 记账 好 等一下神子 既然我们这么努力的创作小说 应该有稿费吧 当然 参与创作的每个人都有啊 好耶 你快加油 为了我们的稿费 开动大脑 哦哦哦 你有灵感了是吗 让我看看 来到黎月的主角 意外结识了无钱负账的青年 后来才知 周围竟是赫赫有名的阎王帝君 七星相助 千人护佑 广阔天地任我畅游 嗯 这种算是大家说的爽吗 嗯 我的评价是 九点八分 听上去故事爽快 没有任何读点 而且关于那位帝君的传说有很多 民众想必也很好奇 至少在我看来是很有市场的 我投赞成票 好吧 希望钟离不要介意 好 这样聪明也可以去执笔了 八重大人 放心交给我吧 三招 三招 就来写一写到期的故事吧 这招我来帮你 可以从眼兽令和反抗军中取材 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嗯 很符合你经历的故事呢 几乎没有太多改动 没关系 毕竟是发生在到期的事情 真是一些 反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 不过里面关于我送你御守的情节 需要做一些修改 改成 神秘的狐狸小姐 交给主角实现愿望的术法 主角靠着这个术法 击败雷电将军吧 哇 这是要和真实探灵笔记硬碰硬吗 算是 主角念诵咒语这段 到时候他们写完 我会来亲自填上 这样就可以了吗 真的可以赢过真实探灵笔记吗 内容已经没问题了 但是还缺一点宣传 我来联系画师帮你们绘制插画 不会输给真实探灵笔记 另外书腰上的推荐语 可以让最近热度很高的西娜小姐来写 她是《闲事乐刊》中 读者问答栏目的专栏作者 很受到寄名中欢迎 大家创作这段时间 你可以歇一歇 顺便到八重堂 预约一下西娜小姐的推荐 书完成后 我们在真文现场碰面吧 西娜小姐一般不给别人写推荐 不过既然是公司大人交代下来的 我们就再去交涉一下 现在西娜小姐的热度越来越高 许多人也找到我们 希望进行一些合作 不过西娜小姐本人 对这些不感兴趣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 认真回着读者的来信 其他活动能推就推 这或许也是粉丝们喜欢她的原因吧 说远了 总之有西娜小姐的推荐 前期就不缺话题度了 祝你们的青小说大卖 刷新我们八重堂的销售记录 我们会加油的 几位确定要提交这份作品吗 让我看看 书名是《旅行者的奇妙冒险》 作者笔名是《千手斋》 好怪的笔名 是神子齐的吧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 我已经逐渐了解了你的品位 哪里奇怪了 我们这么多人七手八脚才完成 这个笔名不是很形象吗 我们会抓紧印纸 在稻妻各地进行试点销售 三天后我会公布青小说的销量 怎么办 我有点紧张 真的没问题吗 没错 对自己的作品要有信心 才是青小说家该有的样子 那我就帮你们报上名了 请三天后再来看结果吧 感谢各位投稿 预祝各位青小说大卖 啊 你们终于来了 好消息各位 刚刚我收到消息 你们的青小说功不应求 好几个销售点都在问我们何时再版 好耶 刚刚出道就有这样的成绩 属实厉害 要知道在出版数量相同的情况下 许多书连三成都卖不到 这是赠送给几位的样书 请你们先收好 稿筹过段时间会发下来 届时会通知各位领取 对了 之所以写这本青小说 是为了削弱真实探灵笔记的影响 嗯 虽然骂出去了很多本 但总觉得没什么实感 真的有用吗 放心吧 改变已经产生了 噓 你们听 周围的人谈论的内容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吗 最近流行的怪谈 你们听说了吗 只要在半夜念诵真实探灵笔记上的咒语 就可以实现愿望 哦 你是说前段时间流行过的怪谈吧 唉 那个已经过时了 你看这街上谁还讨论那个 现在流行的是狐狸小姐密传术法 里面的咒语我可都会背了 狐狸小姐密传术法 那是什么 你还没看 那我给你讲讲 据说在五月之夜念诵术法 能够得到狐仙以及众多大妖怪的庇护 任何愿望都能实现 我听说真实探明笔记的咒语有些邪门 有人许愿得到的钱 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叶子 而且还发起了高烧 最后还是用了狐狸小姐密传术法 不适的感觉才消失了 说明这种术法要比之前的咒语更加高明 我和身边的人都跃跃欲试 就等五月之夜到来了 真的吗 那我也赶紧去准备 怎么样 是不是放心了 真的耶 大家的注意力被转移了 不过他们嘴里说的那个 五月之夜又是什么 之前在想故事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这个设定的 这是将来会用到的重要东西 好 接下来这场胜负将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咦 还有下一个环节 当然 有书问世 自然就有写书的人了 对啊 放任他不管的话 说不定就会有下一本真实探灵笔迹问世 而且他写书的动机也值得调查清楚 所以 接下来就来处理这件事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个名叫智行的不得志的小说家 不过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却完全没有写过这本书的印象 没错 他也是被附身的 而且是对方主动找到了他 他小说投稿失败后 一个人在荒海漫无目的的闲逛 苦闷的大喊 无论谁都好 让我写出厉害的小说吧 之后就失去了知觉 不过现在那个写书的鬼魂已经离开他了 这可怎么办呀 很简单 他不是在书里写了将领咒语吗 我们就用他教的方法让他现身好了 小家伙 你刚好能派上大用场 哎呀 你在说什么呢 好戏才刚开始呢 好戏心 这就是翻写了 来 看着我 你应该会让我会让我十分之后 好戏 mad 我愿意 以后也帮我 能让他来 成功 的成功率是最高的 真的吗 可这里面有一种好阴森的感觉 既然和鬼怪有关 肯定会是这种氛围吗 怕什么 马上就要知道真实探灵笔记的作者是谁了 你们不激动吗 虽然我现在心跳很快 但我很确定并不是因为激动 走 我们进去吧 喂 等等我们 我有点害怕 等一下你千万不要离我太远 好奇怪的画 神子 你知道上面画的是什么吗 嗯 应该是古代稻妻的景色吧 这幅画虽然画得很好 可看起来也阴森森的 有点吓人 咦 画上面好像有个署名 什么 乐斋 看不清 走 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好 别客气 咦 打赏 小女孩 你看 魔尽 这个变成一个 脑子 看不清 猪神 血 hn 好 Number 真是麻烦 嘻 哼 哼 快点走 不用 别担心 深海的加护 赵 赵 逃了吗 终于 还是 绫绫 去 你 修了休息 哎 哎 哎 里面居然有这么大的空间 哎 那边是镜子 还有一张长得很奇怪的凳子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嗯 原来如此 唉 这个故事倒是挺方便的 省了我很多事 好 你们去周围探索一下 应该能有器官 让这个房间动起来才对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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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眨眼 嗯 嗯 劍出 引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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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刚刚我们看过的画 和墙壁一起转到这边来了 更阴森更嚇人了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用意啊 好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种狐妖的秘传术法 这幅画是快捷降临媒介 有了它就能省去很多繁琐的步骤 昏黄的镜面映照出昔日的景象 触景生情的鬼魂们就很容易被它吸引 接下来就给你出场了 小家伙 来 坐在这儿 降临仪式的本质就是让鬼魂附到活人身上 你也见到那个鬼族武士了 脱离了人类的身体还想保持形态 能存在的时间非常有限 可是要让灵父到他的身上不要紧吗 嗯 你对小家伙还真关心 我都有点嫉妒了 唉 要是我的朋友也能这么体贴就好了 小家伙 感觉它就像坐在画里一样 是我的错觉吗 那幅画好像动了 我都不知道 默念咒语吧 小家伙 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些强烈的念头才行 许什么愿才能招来真实探灵笔记的作者 你应该很清楚吧 应该是跟小说有关的吧 没错 不过许愿得真情实感 让我来给你制造一点动力 老师,书的销量很好 您什么时候能把第四章的故事大纲交出来啊 那幅画动起来了 这是 没想到这降灵仪式有一天会用到老神自己身上 哎呀哎呀,又是写小说的愿望 怎么回事,这个年代小说很流行吗 抓到你了 果然你就是真实探灵笔记的作者 你在书中写下降临的咒语到底有什么企图 啊,这是 哦,难怪我总觉得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原来这是针对我的陷阱啊 你问老神这样做的企图 嗯,当然是要借助咒语 让妖怪的王魂重新回到大地 再到期卷起一场血雨腥风 什么,你,你果然在酝酿可怕的阴谋 所以,这么轻易就让老神进入这具身体 你们太天真了 嗯,我能感到在他身上有很强的力量 嗯,很好,很好 得到这股力量 就没有人能阻止老神的计划了 嗯,哈哈哈哈 醒醒,快醒醒 不能让他得逞 没用的,你再也叫不醒他了 这具身体已经是我的了 喂,你醒醒啊 不可以被他夺走精神啊 神子,神子,你想想办法呀 神子 哎呀,哎呀,有乐斋 真不愧是你啊 你反应也太快了点吧 哦,你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小丫头 刚才就拼命给老神挤眉弄眼 不就是为了这一出吗 你看你,把这会飞的小家伙吓得 哎呦,真可怜 哇,你刚才演反派演得那么开心 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 有乐斋? 神子,难道说你们两个认识? 对,认识,当然认识 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真实探灵笔记的作者 有乐斋 哦,不对 准确地说 是有乐斋的记忆 记忆? 可他,他不是鬼魂吗? 哎呀,鬼魂了记忆了 本来就是来自地脉中的同一类东西 前一阵子兽精猎犬 啃了神鹰树根那件事 你还记得吧 当时,你们已经看到了一些 从地脉里溢出的人类记忆 既然有人类的 当然也有妖怪的了 妖怪们活着的时候有法力 即使只是一些来自旧日的幻影 也能够控制自己显心与否 一般来说 能比人类的记忆留在世间的时日长些 是啦,是啦 老神正是在神鹰树根附近徘徊之时 突然听到有人呐喊 无论谁都好,让我写出厉害的小说吧 老神一时兴起 就钻进了他的身体里 替他写了本小说出来 原来是这样 可是,你为什么要在书里写那个将领的咒语啊 小家伙,不是老神自夸 老神活着的时候 也是叱咤风云的大妖狐 老神的记忆有能力钻进人类身体里 其他小妖怪可做不到 但有了咒语 大家不就都能在这世间多待两天 手痒的不也能一展拳脚了吗 但,但是 他的意思大概是 你们这么一闹 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一些困扰呢 呵呵,若说困扰啊 大概就是我等离去之时 有人会发现梦想破灭了吧 哦,对对 可能还会发个烧什么的 可老神觉得 身而为人 没有我等与生举来的妖力 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命运 才是人类最值得敬佩之处 求助于外力 不思禁举 得到点教训也是应该的 不如说我等 还为人类做了件大好事呢 对不对啊,神子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好吧 你们两个这下彻底把我说服了 小家伙 你怕什么 别看神子成天嘻嘻哈哈 他可是法力数一数二的妖怪呢 可不止是法力哦 有乐宅 就连你写的真实探灵笔记 现在也被我的星座超过了呢 哼,老神就说嘛 最怕麻烦的你找到老神的画室 还费力气把老神照过来 肯定没安好心 之前大家围在一起讲百物语的时候 你就总要跟老神交板 行了,行了,老神败给你了 这样总行了吧 啊,过了几百年 终于听到你这句话 真让人心情舒畅 嗯,过了几百年 那个总爱趴在别人肩头上的丫头出息喽 有乐宅,你还有多少时间 不多了,大家都不多了 我等从哪儿来,总归还是要回哪儿去 大家虽说都心满意足了 却还是忍不住说 真的好想再来一次白鬼夜行啊 哼 有乐宅,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我的铃声响起 便是无月之夜降临之时 好啊好啊,痛快呀 神子,为了能撑到那个时候 老神要节省点力气 就不多与你叙旧了 老神要走了 嗯,有乐宅,你走吧 神子啊,老神有个问题想问你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那当然 我过得很好啊 每天都很快乐 尤其是最近 这个世界不仅有了轻小说 还来了这两个爱管闲事的异乡人 就连尹那个死脑筋 也终于有点开窍了呢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有乐宅 你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时代的 像你这样会讲故事 还会画画的家伙 肯定能成为八重堂的王牌 然后被我亲自催崗 然后被我亲自催崗 呵呵呵呵,哈哈哈哈 他消失了 你醒了吗 你感觉怎么样 脑袋还清醒吗 来,老规矩 跟我说 哦 都学会抢答了 看来脑袋没什么问题 第一次被复身 有什么感觉吗 那就好 也省得再向你解释前因后果了 能让有乐宅低头认输 我现在神清气爽 所以他们惦记的那件事 可要好好替他们办了才行 对 虽然他们只是很少一部分 地脉中的记忆 但到时候 一定会很壮观的 既然都坚持到现在了 你们就替我把最后的仪式办完吧 不是吧,神子 还要我们帮忙跑腿啊 哼 你们刚才联合起来吓唬我 我才不敢呢 好了好了 帮忙就要帮到底嘛 再说了 你们的稿费还在我手里呢 稿费 完了完了 感觉彻底上了贼船了 我们已经搬离 一 jug过 ыс策 最后 嗨 小家伙们 你们来了呀 不错 很准时 哼 为了搞费 不来也不行嘛 神子 要帮大家进行白鬼夜行 具体要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连白鬼夜行是什么都不清楚 白鬼夜行听起来挺吓人的 但简单来说 就是妖怪们的聚会 当年妖怪们在一起聚会 久憨之时纷纷使出妖力腾空而起 范妃的身影能把月亮都遮住 不过现在 地脉中溢出的妖怪记忆力量很微弱 他们已经做不到腾空而起了 所以 我会为他们进行一场剧灵仪式 让溢散的记忆能够汇聚在一起 到时候 他们就会在这明神大设的上空相会 然后 力量耗尽的他们 就会心满意足地重新回到属于他们的地方 仪式的铺垫其实早就已经做好了 还记得我在小说中加入的咒语和《五月之夜》吗 好像是要在《五月之夜》念诵《狐狸小姐密传书法》来着 对 那里写着的 可不是什么实现愿望的咒语 而是能安抚地脉记忆的术实 到时候 就让大家一起帮忙送他们一程吧 等下我会开始筹备仪式 希望你们帮我做两件事 首先 是通知神兽巫女们下山 白鬼夜行之时 大量妖怪的记忆盘踞在明神大设上空 万一有谁不小心背负了身 还是会有点麻烦 之后 我会启动仪式让记忆汇聚 这个过程会花一定时间 你们就去影像山下 观察附近魔物的动向 虽说平常分散的记忆没有什么危险 可把力量聚拢 魔物们还是难免会受到影响 他们可能会凭借本能想要上山 你们就负责把他们都打倒吧 明白了 那之后呢 嗯 那之后啊 如果你们想到神社这里帮忙 顺便近距离看看那些妖怪 也不是不可以 好 我们出发吧 下山 这是公司大人的命令吗 是的 神子说接下来要举行的仪式 对你们的身体可能会有影响 原来如此 我会立刻安排 哎 你们呢 我们会帮他做些事情 然后回到这里来 和他一起进行仪式 看来公司大人对你们很信任 之前遇到这种重要的仪式 公司大人身边是一个人都不会留的 那仪式就拜托你们了 放心吧 我们可是很强的 神子要开始仪式了 走 我们下山去处理魔物吧 可别眨眼 可别眨眼 让我来找个人 那些魔物 看起来果然有些狂躁 嗯 没错 赶快清理掉它们 我还想上山去看看妖怪们呢 他们冲过来了 去吧 哼 开锅了 开锅了 弹起来吧 呸呸呸 呸 呸呸呸 游影如见 呸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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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脏啊 来来来 é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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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邦דר 劍畜! 引随! héé! 脑藑伙吧! hé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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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ē 嘿! 关键 剑光如我 斩禁如雜 可别眨眼 heéé! hééé 呃 休养收西 啊 深海的加護 呃 光板 燈火 去吧 嚇嚇這道 別擔心 棒棒炸彈 可別眨眼 劍出 隱碎 開鍋了開鍋了 這距離正好 去吧 魔物的數量還真不少 加油 呃 呃 太不甘心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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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吧 光板 燈火 呃 趕緊來 都知道神子的儀式進行到哪一步了 我們快回名神大社看看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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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这事来看,确实很唬人。 可我知道,他们只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家伙,也都是勇敢的好家伙。 即使在残酷的战斗中身云,灵魂也从不曾幽善或迷茫。 可惜,时光短暂。 他们已经不得不离开了吗? 试验席就要结束的时候。 既然心存不舍,不如你们也跟我一起念如何。 身高白尘,震魂之勇,云我作助。 云我作助。 引灯归托。 好漂亮。 你们看,有光从道气场那边汇气过来了。 书上说,在今晚念诵狐狸小姐秘传术法,就可以实现愿望。 身高白尘,震魂之勇。 云我作助,引灯归途。 畏畏神威,称晃尘厚。 有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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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和我预想的一样。 仪式进行得很顺利。 辛苦你们了。 嗯? 我很好啊。 可是,你刚才的样子…… 没事了,我很好的。 我…… …… 真是的。 孙子…… 好了,如果你们真的想为我做点什么,不如就下次请我吃饭好了。 好,没问题。我们请你吃饭。 嗯。 那就期待我们下次的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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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者的奇妙冒险竟然还没出下一张。 真是急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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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咦 周围没看见神子呢 神子好像不在殿外面 会不会已经进去了 我们去里面找找吧 小家伙 你们来了 神子 我们都还没到 你竟然就已经开始吃了呀 嗯 对啊 因为你们请客嘛 一想到能免费吃最贵的菜 喝最好的酒 我就赶快过来了 哦 老板 看见这两个人没有 这桌等会儿是他们买单哦 好嘞 怎么了 你们两个 快过来坐啊 来尝尝这个 这可是青莱岛附近才有的鱼 连夜运到稻西城的 刚才还是活的 或者来杯这个 像这样名贵的酒 我平时也不舍得喝呢 不能喝酒也没关系 果汁也很多的 各种价位都有 哦 神子 你太过分了 上次在这里赶稿的时候 你给我们吃的只是最大中的炸串啊 咦 有这回事吗 哦 那又怎样呢 之前说要请客的 不是你们自己吗 再说了 你们忍心亏待我这个贵客吗 神子 这顿饭要好多好多钱呀 你就不怕我们付不起吗 不用怕 付得起 咱们之前一起写的那本小说 最近又在版了 你们的稿费还不少呢 你 你说什么 可恶 我们被气氛给骗了 神子打从一开始就在打我们稿费的主意呢 你们现在这副样子 真是太有趣了 哦 对了 因为上次五月之夜训愿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现在咒语之类的小说 已经完全不流行了 所以旅行者的奇妙冒险的最新章 你们得想点新的套路才行 节稿期马上就到了 那就拜托你了 谢谢你们请客 今天我过得很愉快 说起来 我们之前在明神大社上搞的聚灵仪式 尹也看到了 没想到 那个死脑筋的家伙专门写了一封那么长的信来骂我 说我们搞得太夸张了 唉 有什么关系吗 明明大家都很开心呢 谢谢 我回答你 我再想发现 我去到 junio 我是非常稳定的 我给你到图室 我去过去过去 而且更快看 我去到图室 我来看 我去到图室 我来看 感谢观看